台南公園週末辦活動 人潮聚集好熱鬧 直擊現場一名男子背著相機 到處幫路人拍照 沒想到爆出糾紛 我沒有虧待你吧 那為什麼要跑 沒有我想說就是 20塊而已你還要讓你跑 我虧待你 畫面中自稱攝影師的男子 連連怒罵 拍攝的小姐被罵還邊道歉 同時錄影搜證 男子卻更激動 我一定會花光我所有的生活費 幫你們這些陌生人拍照 直到你們願意 你們願意指使為止 原來男子在公園隨機拍路人 拍照後還想索討費用 女子拒絕付費想離開 卻被糾纏還訓話 根本像情緒勒索 包含像非律賓跟台灣人 一聽到照片要10塊20塊 直接給我跑掉 這個就叫做你們對我的尊重 你要我跪下去 你才願意掏100塊給我 募集民眾指稱 這名男子疑似專挑女性 拍照之後強迫接受 我簽給他之後 我說不要照片沒關係 然後他就說你這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又硬收到照片這樣 感覺真的很差 可是當下是覺得很害怕 都警告他後幾次了 孩子跑來 就是有人強迫才投訴 事發後男子沒有收斂 繼續幫外籍遊客拍攝 我只要他一半 沒有 100 有沒有強迫 沒有 該男子行為 可能觸犯刑法強制罪 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妨礙安寧秩序 將主動調查 警方到場警釘 要是強迫接受或要錢恐怕違法 男子鎖定遊客下手 只能提醒民眾 遇到類似狀況 趕快報警 記者賴冠章 郭怡貞 台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